秋高气爽,又到了种三色锦的季节了 三色锦可以从种子种,也可以直接买小苗 如果从种子种的话,要等到两个多月才能看到花 所以就不如直接从外面买来小苗种下去,马上就有花看了 这种花其实是很便宜的 三色锦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冬季开花的品种了 颜色丰富,花朵也很大,花期长,观赏价值很高 最主要的是它很好养 好像有阳光就能开得很好 如果水分再足,再湿一点肥 那么更是随时可以开成一片花海 三色锦耐动,即使在下雪天都可以照样地开花 它的叶子和花可以耐零下5摄氏度的低温 而根呢是可以耐更低的温度 现在的气温正好适合它们的生长 三色锦可以从现在开花一直开到明年的5月份 最适合三色锦生长的温度是7摄氏度到15摄氏度 气温一旦达到30摄氏度的话 它们就会停止开花 而且整个植株也会看起来病泱泱的 所以等明年天热了,这些都要拔掉 然后再种适合夏天的花 比如长春花,鼠微草等等 三色锦颜色多样,搭配也多种多样 有的人喜欢用同一种颜色布满大片的区域 我喜欢把各种的颜色混合起来 三色锦后续照顾也非常简单 它们喜欢光照 每天要有6个小时左右的光照 然后就是每隔大约三周的时候给湿一点薄肥 我一般是使用水溶性的复合肥 除此之外,再好像就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了 水分最好保持土壤湿润的程度不积水 但是这种花很皮实 如果偶尔干旱,忘记浇水,也问题不大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